哈囉大家好我是查爾斯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跟大家開箱 開箱的來自於這個品牌 Loeve Loeve是源自於1846年在西班牙的瑪德里 所發展出來的一個品牌 那今天這個東西是查爾斯入手的第一項單品 就是他們家的第一個單品 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但是在開箱之前我們看到它的外觀的包裝 我第一次拿到他們家的袋子 哇還不錯喔上面有像這樣子字樣的斷帶 然後呢它品牌的字樣也是立體的 然後還上了P就是亮光的部分 然後外面還有一個小小的LOGO 就是如果你在逛街的時候通常我們都是這樣子拿著往前走嘛 對不對別人看不到這個側面也看得到這個地方LOGO就知道 你買哪一家的品牌囉 好我們現在就一起來打開這個查爾斯第一項入手的單品 把這個斷帶打開來看一下這一個商品 其實查爾斯會入手這個商品呢也算是一個巧合就是呢 我要準備去上課之前呢有一點點的空檔 然後我就很少很少很少會踏進去他們家店 然後呢我就進去了這家店 本來想說看一看看一看喔沒有沒有要買什麼就是看一看這樣子而已 然後我就碰到一位非常nice的專員他叫做Eric 所以呢如果你們有以後要買ROIVER的商品可以去信義微風找Eric 他的服務真的非常的好這樣他人又很親切這樣 所以呢我就進去逛啊然後他就介紹了一些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看看而已 結果沒想到我就想說啊沒關係我先再看一下 我要走出去店門口的時候呢他就追了出來這樣 然後他就跟我說我們明天就是我進去的那個隔天 有一個男裝的發表就是有一些新品要上這樣子 然後邀請我去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我當下就覺得喔天哪我沒有任何的ROIVER商品 然後如果通常我們如果被邀請去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雖然是不是很大型的那種看秀或什麼 但是這樣的小活動我們通常都會很適向的穿上那一家的品牌的服飾 或者是至少有一個配件有一個東西是他們家的這樣 但是呢他一個都沒有然後Eric就非常的nice 他就說沒有關係你就先來看看這樣子 然後想當然我們也是就是當下是說好 如果我有時間的話那我就後來就離開了這樣子 然後到了第二天Eric就很親切很積極的說 欸下午幾點你要過來啊 然後我就覺得我的天哪真的是有點壓力了你知道嗎 為什麼會有壓力 因為人家這樣子去一個活動總是有一些目標對不對 對啦是目標公司會給他們一些壓力 那如果你去你真的只是看看你知道是很不好意思 其實畢竟人家花了這個時間總是要讓人家有一些交代這樣 所以我這個東西這個潛規則其實你有在賣金瓶的人 就比較有sense應該都會知道這樣 所以我也是掙扎說我到底是要去呢還是不要去這樣 所以後來我還是答應了 可是如果你一旦答應了你心裡就有個底 就是你必須買點東西才能夠交差啦好不好 所以呢 查爾斯就有機會購入這個單品 沒錯我們就繼續來看一下 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袋子裡面有什麼 這一本這麼大一本是他們新的商品的行路吧 很像之前LV也會有那種一本一本每一期都會有新的商品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貼紙嗎 是耶裡面這個是貼紙 突然翻到一頁的質感不太一樣 好然後這個商品的質感很像是報紙 就是很文青的一種質料 然後裡面應該就是介紹一些當季的秀款啊 跟設計概念這樣子 好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店裡面 也許可以要到一本回家欣賞這樣 這個就放著因為這不是重點 然後呢因為當天呢 我們的活動的那個活動的重點是服裝 所以我就問說 請問一下你們今天的那個目標是多少錢 然後他說錢不是重點 那我說那怎麼樣是重點 怎麼樣算是有過關了 欸我這樣會不會講太多啊 反正我們 因為我覺得你要當一個 客人呢必須不要就是 有錢是一回事 但是有時候也是要客客氣氣的這樣 那因為我們比較 懂這樣子的行規吧 所以我就 就是問了一下 那我們那天的目標就是服裝 所以查爾斯在當天 看了很多的小飾品跟小皮件 我覺得也都很可愛 我其實一直很想要入手一個 Royver的包 或者是小小的皮件 因為那個真的很可愛 尤其是他們那種別針 因為他們的別針不貴喔 像之前查爾斯買了香奈兒的胸針 或者是LV其他品牌的胸針 大概就是要來個上萬元 這樣子 或者一萬五以上到兩萬多這樣 那Royver它的那個基本款的 logo的就是這個logo的胸針 只要大概八千塊左右 可是你別上去就會有一種 跟他們員工很像的 所以如果你買銀色的 真的會覺得很像員工的別針 可是如果你不介意 我覺得那個也是很好看的 然後Royver有很多小小的那種配件 那我那天在event上面看到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他們有一個客製化的釣飾 我覺得以後有機會 我也許會入手 就是他用他們家的皮繩 然後穿上一顆一顆 你可以穿名字 譬如說我的名字 我都會縮寫用HAL就是好 所以我就可以選三個大小不同 很像骰子一樣 然後有晶瑩的那種釣飾 然後有點像潘朵拉的概念 他就可以串成一個你客製化的釣飾 那每一顆單價大概就是兩千塊左右 然後皮繩啊四五千 所以一整組加起來 大概就是最基本 大概八千 可以到一萬出頭 你如果一整串很多 當然就是價錢會加上去 我覺得這是蠻特別 就會跟大家不一樣 如果你是一個出入 就是出入這個品牌 然後你想要入手一個特別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釣飾是可以讓大家考慮的 我本來在想這個東西 那我也看了幾件衣服 對然後我就想說 哇我到底在這個釣飾跟這個衣服 這個部分要選什麼 那既然人家那天的目標是放在服裝 所以我最後還是捧場了服裝這一塊 好讓人家能夠有一個交代啊 對不對 我們要當一個有sense的客人 不要這麼的羅里把手的這樣 我都會被攻擊到太多人 反正我沒有說誰啦 我只是說就是你要當一個好客人 就是我一直鼓勵大家做這件事情 真的互相 因為人家做這個工作也是很辛苦 人家這麼禮遇你 我們也不要讓人家太為難 是不是 所以呢就是要好好的去 想一下自己到底要買什麼 那他們的外面就是用這個 呃棉紙 就是上面有logo 滿滿的logo 好直接進入主題 查爾斯拿的當然第一次入手呢 這個品牌我就拿了一個比較基本款的衛衣 這件黑色的衛衣實在是很好看耶 就是完全是我會穿的衣服 包括查爾斯現在身上穿的這一件 算是路邊攤 但是也就是這種黑底白字 很簡單的這種其實就是我平常會穿的風格 那天在現場的時候其實沒有這一件黑色的 只有灰色的 就像我現在給你們看到這樣 他穿起來就像這樣子 灰色的 然後上面是黑色的刺繡的字 對整個搭起來 衛衣這種東西在接下來的秋冬 實在是非常的實穿啊 就是像秋天你裡面再穿一件短袖 再套上一件這個我覺得很OK 如果熱一點就把它脫掉就好了 那再冷一點 你當著內搭 然後外面再穿外套 都是OK的 所以這種所謂的大雪梯衛衣 這種就是接下來秋冬季節很可以入手 那查爾斯選的這個又是很基本款 很基本款他們的大logo 對不對 然後上面又有 羅伊伯的字 就是 不怕別人認不出來 這是一件來自羅伊伯的衛衣 這天在event的時候 沒有看到這一件 所以我試穿那個尺寸 所以你們剛剛可以看到的是我穿灰色 那灰色其實對查爾斯來說就是比較像是 睡衣的感覺 我對於灰色的衛衣 我的不知道為什麼就寂靜的感覺 就覺得它是睡衣 所以我不太會去選那個灰色 我覺得黑色穿起來的質感還是略為好一些這樣 然後還有這一件還有一個橘色 然後配上有一點抹茶綠的刺繡 我覺得那件也很好看 對就是 還是相反 忘記了 反正就是顏色上面我覺得很多種選擇 它這個東西會一直出 所以大家如果現在等不到你喜歡的 黑白就是一定是基本款 那你如果覺得想要特別一點 你可以每一季去持續的觀望 它出了什麼樣的配色 對那如果有喜歡的 你就是就可以下手啦對不對 那個刺繡的質感啊 挺好的 挺好的 真的 你們在鏡頭上面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那這一件的磅束我覺得是比較薄一點點 所以它穿起來不會這麼厚 裡面有點像這樣 毛巾布的感覺 對然後你們可以從這邊看得出來 它不是那種 澎澎的厚料的衣服 然後整件的質感是比較軟的 好我來看一下它標是在哪裡做的 喔 是葡萄牙嗎 哇 這麼厲害 好 看一下 有沒有很漂亮 我覺得穿起來的感覺應該就是 就是衛衣啦 我沒有特別覺得它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入手的一個商品 就是你知道 第一個入手的單品啊 然後上面又有品牌辨識度 然後價錢上面又不是太貴 因為像這一件他們的售價是 一萬八 一萬八 但我知道如果 聽說有去西班牙或者是去歐洲買 是更便宜啦 那個價差很大 可是我覺得 OK 短時間內我也沒有什麼機會會去那個地方 然後我也不是一個很很喜歡麻煩人家代購的這種 而且我覺得代購更就是更麻煩 因為你要欠一個人情 我還不如自己花這個錢 是不是 OK啦 很OK 買這樣子一件衛衣應該可以穿很久 對啊 以後這種都會基本款都一定會在 所以它沒有什麼季節性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如果你很覺得你衣櫥裡面打開沒有衣服 這種都是可以考慮的 每一個品牌的這種基本款的衛衣都可以 那我很喜歡這個L組成的這個LOGO 不知道我也有一種華麗的感覺 但是又不是這麼的高調 所以我覺得穿起來真的完全就是我的衣服 所以我覺得收起來很值得 然後現在又碰上百貨公司有活動 所以其實這樣子滿萬送籤啊 扣一扣大概還可以扣掉個1200左右 所以很推薦大家 如果接下來百貨公司有活動的時候 你們還是可以去看一下 好所以如果你也喜歡ロイフェ 或者是你有對於這件衛衣啊 有什麼想法 你也可以跟查爾斯分享 那如果你需要再問我其他資訊呢 歡迎底下留言好不好 然後呢我們之後還會陸陸續續的 有一些其他的開箱 我們就敬請期待吧 那你喜歡這支影片 別忘記幫我按下訂閱按讚跟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